史上第二好玩的雙人陣容 大家看一下這個葉姬喔 沒有大招喔 被莉莉亞下了一顆蛋 應該要掛掉了吧 好險我幫她補了一個大招 朵莉亞的大招直接讓葉姬起死回生啦 哈囉 嗨你好 我是翠翠 好久沒有跟大家分享傳說對決 那今天這一場的朵莉亞跟葉姬的配合啊 是我有一天自己在單排 然後跟路人剛好配到那個路人打野玩葉姬 後來發現這兩個人太好搭配了吧 馬上把佑哥拉過來搭配一波 這邊吃完魔龍我剛好上四等了下路這一隻井 我們來了 那我們葉姬也跟在我旁邊喔 希望一技能控一下他 然後我就跟佑哥說你衝吧 幫你刷清大招 我這邊已經給葉姬一個新的大招 我們鏡頭拉過去 那個井應該超絕望 為什麼這麼大 葉姬都是滿血 兩個大招的葉姬 OMG 到底要怎麼殺死啦 那我玩這隻我最喜歡的魔龍物搭檔 就是DC小丑 因為他的大招非常好刷新 而且傷害巨高 沒有一隻射手 可以跟兩個大招的小丑對線吧 成功跟葉姬反到了對面的藍拉 好可惜 不是我吃到喔 這邊看一下葉姬是不是 欸 等一下我大招還要13秒 等一下 大哥 這個葉姬大招開起來 對面也是很聰明 都沒有打他喔 他不會被娜塔亞殺掉呢 我們的佛洛倫已經滑出去 我大招還有3秒 這個葉姬 肥同參加佛洛倫已經 佛洛倫 Few 我覺得我趕快開個大招 我真的嚇死耶 欸好險吧 那個佑格 要不要請我今天晚餐多一根機會啊 我真的是救得非常好耶 我覺得玩輔助啊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種時刻 就是那個叫什麼啊 那個輔助救到隊友不是會有一個什麼保護 關鍵守護 OMG超喜歡關鍵守護 這邊我們兔子跟得很好喔 成功插到了井 然後 欸 欸 沒有搭飾喔 啊 因為葉姬 葉姬有大 我是沒有看到他剛剛有沒有大招啦 不過這邊成功順利收掉了 那下塔我們也成功拔掉啦 我覺得這兩隻很配的點 是因為葉姬他如果答應 本身不需要藍 然後如果只要朵莉亞有藍 就可以無限幫他補血 就像我現在從下路一路從 把葉姬從殘血補到他現在直接滿血 如果現在有藍的話真的是 喔666喔 好可惜現在沒有 沒關係 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葉 喔喔 這個弗洛倫滑過來了 我 我是有點怕弗洛倫的啦 我被他滑死其實就GG了 這邊葉姬大招用完 幫他刷新的大 欸 喔 這邊就是又一個失誤喔 因為他大招結束之後 我有刷給他 他沒有按 我覺得這就非常可惜 如果你的輔助是朵莉亞 然後你又是一隻回血角 我覺得像是塔拉葉姬 這種你都不用刻意壓血 反正你就是開就對了 不然你沒有 你沒有再開到第二個大招 其實非常可惜 我幫葉姬刷一個大招 冷卻好70秒 然後他沒有用到 真的是蠻虧的 連中路跟拉斯青了一波中兵 整邊看到那對面弗洛倫滑進來 不過我們是三打一 所以就是 成功收下人頭 還想跟大家講一點啦 如果你是玩像安格列那一種 你也不用特別扣大 因為朵莉亞血不多 他其實沒有辦法 他比較沒有辦法撐到你真的 第一個大招都結束之後 他還有 可能他就沒有血幫你開第二次大招了 這樣他也是開不到 然後你就掛掉了 所以我覺得這也蠻浪費的 我們又跟葉姬已經開了一個大招 衝進去 我幫他再刷一個大招這邊 他又開啟了第二次大招 這邊大家視角可能有點難看到 因為畢竟是朵莉亞視角 然後我跟他有點遠 那我們的業績竟然是存活下來了 那我來上路看一下這個弗洛倫喔 看一下有沒有二打一的機會 幫他補一個血 我們的弗洛倫空花了 沒關係 下次再接再厲 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如果你是玩像愛羅愛瑞斯 你也不要到非常壓血 一格血才開大招 你其實開完我幫你刷 你的血量不好你也不敢再進場 然後等於說你的大招只是留著 等到第二次團戰才開 那我就沒有幫你刷的必要 我那次團戰大招等於說就是浪費 這也是蠻可惜的啦 所以如果你的輔助是朵莉亞的話 你其實可以半血就直接開大了 不要再等了 朵莉亞等不了你那麼久 他真的沒有坦到可以等到你第一次大招結束 業績衝了 可是我大招還要兩秒 一秒來不及 好可惜喔 我這邊到現在就跟佑哥講說 欸你要記得看一下我大招 不要自己突然就衝進去了 OK沒有關係 我這邊就打字說剛剛大招還沒好 傳說是蠻多很好玩的陣容 像是佑哥昨天有出一部那個 贊尼爾 雅蓮加麥克斯 這個就是三人一個三 三人雙飛 三人三飛的組合 那如果你只有兩個人玩的話 我真的是很推薦業績加朵易啊 因為他們不需要什麼技巧 也不需要什麼裝備 你只要業績 不要壓血開大 壓血好好吃喔 豬血膏也很好吃 OK 你們只要有開到大招 你就可以玩到那個樂趣 我們就來下路 又要找景啦 那邊景應該是絕對GG了吧 景非常絕望啊 這個業績甚至連大招都不用開 趕快趕快趕快 我趕快過去 耳機能幫他跳個大招 再次刷起來吧 太過癮了吧 直接讓我們兔子拿到雙殺 而且我覺得這一種在隊友殘血的時候 把他整個救火 這感覺真的是太有成就感了 這個救人 比殺人還有成就感 大家你要試試看 我們業績又衝了 他又有大招了 他是不是在30秒內有了三個大招 我覺得我如果這場玩業績 我一定覺得超好玩 我記得這一天呢 是我剛好晚上拍到 然後我就隔天 我就跟佑哥講說 欸我要跟你玩一個好玩的 你一定會覺得非常好玩 然後他其實不知道我要玩什麼 我就直接叫他選業績 然後我們就玩了這一場 他結束後跟我講說 嗯真的很好玩 他是沒有講出來啦 因為他就是會憋在內心 可是他臉就會在那邊傻笑 傻笑就表示說 他真的覺得這場很好玩 這裡呢 我是不是有幫弗洛倫刷大 我沒有幫弗洛倫刷大 因為其實我 不知道弗洛倫大招在幹嘛 他們好像每一招 都都是在滑來滑去耶 我想說還是留給業績好了 我們業績呢 沒有團戰的時候是不用幫他刷 欸喔喔好喔 因為我以為他要衝了 這邊直接開一個大招 衝出去 劈了一個斧頭呢 直接滿血 哇他自己的大招沒有好 這邊這邊 喔喔我們拉茲 撞得很好耶 戀愛了 不可以亂戀愛 這個業績還在場 優哥還在場 OK我們弗洛倫玩的好好喔 戀愛了 瞬間難道要結束遊戲了嗎 還沒玩夠耶 這場隊友打得很好耶 是不是還沒有看夠 這場我打完之後 我都玩了兩場啊 再給大家看三波 也是配合的還不錯的 這個我剛試的呢 我們業績已經開啟大招 把這個 把這個弗洛倫下跑 然後我被銀咒勾到了 被銀咒勾回去 可是呢 其實我自己會補血 然後才四等前期的話 其實我沒有那麼容易掛掉 然後這邊有格式有大招 都直接開了一個大招 給他補血 補滿了之後 唉唷 他是 欸他是殘血開 然後他現在打完 剛好滿血 OMG 我們馬上來到上路這一波 先看到業績在右邊 他現在是沒有大招 然後我大招也還沒有好喔 可是他這樣快快掛掉了 大哥你不要那麼兇 兩秒一秒 他壓血大招剛好 他自己已經開啟大招 我馬上刷給他 欸 前期大招76秒 看到沒 哇 超殘血 0.1格血 直接月塔 強殺了銀咒 這邊我們最後成功活下來 第三波的話 這邊也是看到業績喔 他正要開大喔 犯血喔 犯血業績喔 塔下兩個人 喔殘血開大 進去 喔喔 打爆了 我又把他刷了一次大招 哇 欸 他從頭到尾這樣子 補血補了幾秒 他從7分05秒 直接一路補到7分13秒 8秒鐘耶 不辦是像 安格莉一樣冥死 還會補血 這個 對面後排到底要怎麼打 到底要怎麼逃 就是這麼好玩的雙人組合 大家一定要試試喔 那今天影片喜歡的話 幫我點一個熱推 欸那個是熱推嗎 啊 讚或是熱推都可以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然後來移� 不會 不會 因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